行动限制令的第27天 之前政府宣布的九大领域获准营业引起社会的反弹 而企业部长望珠乃迪解释说 其实并不是全国所有的相关领域能够获准营业 只有在绿区的理发店以及洗衣店才能获准营业 而吉隆坡确巧就是在红区 我相信吉隆坡的所有领域都不能够获准营业 就算是理发店或者洗衣店在你家附近已经开门了 我还是觉得在这段期间大家还是还好地待在家里 毕竟剪一次头发而染上肺炎病毒 这样想起来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我们这帮打工仔 一生一世为前辈做奴隶 打工仔惨 其实现在的老板压力更大 更惨 焦点回到中小企业 现在有一些老板开始透露说 他们可能不想去申请政府的工资补贴 而是选择把公司关掉 结束营业 他日东三再起 之前政府就宣布了一系列辅助中小企业的经济配套 然而这些配套或许能够提供短时间的协助 可是就在前几天 政府又宣布了延长多14天 我相信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倒闭潮或者是裁员潮 政府以14天又14天的方式来宣布延长MCO 这让老板都相当伤脑筋就无法规划未来 而员工也面对同样的困境 毕竟大家都不知道会不会再延长一个14天 其实政府应该大胆极果断一点 赶赶来直接宣布MCO延长至5月30号 这样子所有大马人民就能够规划未来 而不需要在那左等右等又来一个14天 如果有提早的宣布就算是疫情在5月初已经收到了控制 届时也可以提早解封 而不是每14天做一次宣布 即使政府宣布了许多的贷款优惠政策 但是却是缺乏细节或者说无法执行 打个比方 比如说贷款你需要律师或者是宣誓官的帮忙 但是在这段期间 律师楼或者宣誓官都没有上班 那你怎么办呢 难道你要等到下一个月吗 等到下一个月可能你的公司已经垮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老板就在想 到底我是要申请政府的工资补贴 申请银行的贷款优惠来度过这次难关呢 还是不如干脆一点把公司给关掉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他日东山再起 还是一条好汉 而我就和大家谈谈如何结束公司的营业 也就是清盘公司 company widening out 在大马的法律之下 有两种方式呢 结束公司的营业 第一种方式是志愿性清盘 这种方式呢 是不需要经过法庭的 也就是shareholder或者是director 主动呢 申请解散公司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又细分为两种状况 第一就是公司其实是有钱有资产的 他们自己主动呢 解散公司 把公司里面的钱及资产呢 分给股东们 第二种情况 公司没有钱 所以呢 股东们呢 就主动建议呢 把公司解散 结束营业 来了解一下第二种清盘公司的方法 也就是经过法庭 去把公司给解散 在这种方式之下呢 就必须由creditor 也就是债权人呢 去法庭申请解散公司 根据大马现有的法令呢 一个公司如果欠账超过一万块马币以上呢 债权人creditor呢 就有权去法令申请 把你的公司给wind out清盘 在这里和大家透露一些资讯 如果公司呢 选择自愿性清盘 也就是自己结束自己公司的营业 你要花一些费用 比如说呢 你要花钱请auditor啊 帮你查账 你要花钱请liquidator啊 帮你分配公司的资产 这些呢都是公司必须自己付费的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很多公司呢 他们会选择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呢欠钱不还 让那个creditor也就是债权人呢 去法庭申请把他的公司给清盘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律师费liquidator的费用呢 全部都由债权人也就是creditor来买单 公司一分钱都不用付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哈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清盘 那一间公司的director呢 在creditor里面会留下案底 以后呢出去设立一间新的公司 或者要去银行进行贷款呢 都会比较麻烦 所以各位老板在结束公司营业 或者清盘公司时得三思而后行呀 聚焦来到美国 人们发现相比白人 美国黑人似乎遭受了更严峻的打击 在美国 美国黑人的感染力是白人的三倍 而死亡率呢 更是白人的六倍呀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 非洲裔黑人呢 在美国似乎遭受了非常严峻的打击 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环境和经济的因素呢 美国黑人的慢性疾病比例呢 其实比其他族群来得更加的高 这也让新冠病毒对他们而言呢 是更加的危险 另外因为种族主义呢 美国黑人社区一贯缺乏资金支持 这让他们的医疗环境非常恶劣 而美国黑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也比较低 因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 甚至很多美国黑人都无法进行病毒检测 而美国政府之前就提倡 鼓励人们待在家中别去上班 在家上班对黑人来说根本就是奢侈品 因为对美国黑人手停口停 此外许多美国裔的黑人呢 都是住在拥挤的街区 他们一般上收入并不高 只能住在便宜的一些主屋里面 一旦有人感染病毒 他们很难进行自我隔离 更别说与他人保持距离 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觉得在大马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肺炎病毒会攻击一些特定的族群呢 请留言给我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大家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有没有看到视频下方 有一个红色的subscribe button啊 不要假假看不到啊 大大力的给它攀下去 我们下次再见